我們現在看空心的 現在我們把Q呢 當作分布在 這個外面 表面上 表面上 這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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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Q 在電荷的這支球殼裡面的電位都是這麼大的 於是我們就可以把電場跟電位再重寫一遍 現在我們也來看一看電場函數跟電位函數曲線是什麼樣子 電場小於R的時候電場等於什麼 我們剛剛畫過了,我們剛剛寫過了,就是零,電場在這裡 一旦大於R呢,它就從這個地方做二次方的 在這個地方不連續 這裡有一個特性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我們有一層由電荷組成的表面 或者說這個表面上有電荷分布 那麼電荷兩邊的電場會不一樣大 因為電荷,有電荷的話 然後這邊電荷朝這裡 這邊電荷朝這裡,對不對 這個絕對不會連續的 零,到外面就跳起來了 好,這個裡頭是一等於零 這個地方是一等於四 五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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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電位呢 這邊 這裡頭是一個常數 常數就是這樣 在外面 它就從這裡 二 一 次方 dk 這個地方的電位 一 是 等於 四 一 零 零 大 二 這個地方的電位是等於 4√0r√Q 這個是這樣的函數曲線 現在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無線長的圓柱導體 無線長的圓柱導體 它的半徑是大R 它表面上每單位長度 每單位長度周圍的電量加起來是Lamina部分 我們今天要問 距離軸二遠的地方 這一點 P點 求P點的電場跟電位 這題怎麼做 我們還是分析這個電荷是連續分布的 如果用連續分布電荷 求電場跟求電位 用七分的方法 那當然是電位比較容易做 但是要七分總是不容易 那我們看到這種電荷的分布 它是有圓柱狀的對稱 所以它可以用高斯定律求電場 我們已經求過了 我這裡就不求 我們說有高斯定律 我們可以用高斯定律求電量 R等於大R的時候,等於零,R小於大R的時候 這是我們用高色定義已經求過的 現在我們就來求電位 先求電位差 我們用這個Va-Vb 要等於電查的線積分從A點到B點 照樣樣畫圖,要不然人家看不懂 你寫的符號是代表什麼人家不懂 不要畫出來 這個時候你要求的是P點 電場是P點 那我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到這裡 AB2點 這點的電場是什麼方向呢 R Univector的方向 電場去這個方向 EL呢 我們取這個切線的方向 取切線的方向 EL 然後 這個是R A 到軸的距離 這個是R B 這個是V B 這點是V A 你這麼畫人家都看得懂 現在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我們做R大於大2的區域 電場是這個 那你現在帶進去 我們就做V A 線V B 我們可以把2 我們可以把2 1 分之 Lemina 拿出來 這是R分之1 R分之1 V R 它從A點 從R A到R B 我們可以把2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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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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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假定這麼設定 我們RA就等於R VA等於V 如果你這麼設定的話 再到這個裡頭去 你就會得V-0 那就是V 等於2π A-0 分成Lam Natural Rhythm RB是無窮的 RA是R 這個值一定等於什麼 啊 這有什麼意思 你得到這個有什麼意思 就是說 當你設定無限遠的地方 電位等於0的時候 結果呢 你這個R是有限遠的位置 所有的電位啊 都變得無窮大 無限遠是0 所有在 你走有限遠的地方 電位都是無限大 那就分不出電位的高下 對不對 你就不曉得說 這一點電位比它高多少 又比它低多少 看不出來 那你看不出來 你做這個有什麼用 我們就是要把各點的電位分辨出來啊 就好像說 我們考試 考試題目要出的合理 用功的同學100分 明念書的0分 當中就按照你的程度 是不是二十分三十分也知道 100分有這個分目嗎 如果哪一次啊 我把題目出得很難很難很難 大家都是0分 或者說我把這個題目出得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 全部都是100分 那我那個成績怎麼送出去啊 你考這個試幹嘛啊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啊 所以 這個時候你不能這麼設定 因為你有這個設定就有這個結果了 誰說一定要在無限遠的地方電位等於0啊 那誰 誰設 誰規定呢 我們前面兩個是一位 他電位的這個 這個 彈頌形態裡面啊 2在分5 所以分5如果居於無窮大爭會是0 順應它是自然的 這個時候呢 不是啊 所以你不要設無窮大 你可以設 現在可以超它 我說它等於某一個定值 20就是定值嘛 我設 距離軸一公尺 距離軸兩公尺 這個地方電位等於1 那 那 這個就變成 R0 這是有限 有限 這也是有限 這個時候呢 就分辨得出來了 你二是一公尺 還是兩公尺 這個電位就不一樣了 所以 電位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是R 這個是R 大於等於 很常用的一個方法就是 20正好等於大R 就是 設在金幅 就是這個倒底表面 電位等於0 這個是大R 常用的 這個有了 我們就看 R 0 0 0 那就是VA-VB 等於0了 所以我們就有VA等於VB等於某一個常數 我們就是用電位的連續性 我們用電位的連續性 我們知道 裡頭都是一個值 但是外頭的函數呢? 我們知道外頭函數是這個 所以我們就設定 RB如果等於大R的話 那麼VB就可以由這個來算 VB就是VA等於VB等於V 它就可以用 VB就等於VB 或者我們寫 裡面就這樣講 這個就是R小於大R的時候 如果你當初是設 原柱導體表面的電位等於0 這個也是R 什麼R over R呢? 不是0 這裡頭全部的電位都是0 如果你那麼假設的話 這一題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當一個物體 一個帶電體 它所帶的電量 像這個樣子 是無限多 因為無限長 無限多的時候 電荷無限大的時候 你不可以 把無限遠的地方 設定它的電位等於0 不可以這麼設定 這麼設定你會出問題 會出問題 OK 好 那麼 我們從這個 例子 我們現在就 要注意 我們以前 我們也學過這樣的 這個地方 有電荷的分布 在這一點的時候 他的電位 我們不是求過嗎? EV 我們可以求這一點的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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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 這個是R 這個是O點 參考點 我們說這個V 再次我們不是導出這個東西嗎 4π 1 0 2 我們幾倍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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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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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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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我們說無限大就不合理,就像我起初做的無窮大,這個就不合理 所以這個上下線,如果從A到無窮大,這就不合理 這兩個式子,請適用於分路為有限區域 如果分路是一個無限大的區域,這個基本就不可以用 這兩個式子都不可以用 你可以這個地方,這個如果可以在無窮遠的話 那就是說,你這個R可以從0至0到無限遠,不可以用 如果是有限區域都可以用 有限區域有時候你就不需要像我這麼設定它